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天云亮就会比较多一些些 可能偶尔有些零星的降雨 还好影响不会太大 而其他各地包括了整个西半部 还有花莲 宜兰这一带 在明天来看持续都会见到阳光 都是属于比较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 天气的转变就是在后天 礼拜四的时候会有一股东北季风吹下来 水气到时候也会增加 所以迎封面的包括了基隆 宜兰 在礼拜四这一天就开始会有一些短暂雨发生 台北 桃园 还有花莲这一带 云亮礼拜四也会比较多 偶尔有些零星的飘雨 但过了新朱一南就是被封面了 不用担心 礼拜四新朱一南依旧是属于 多云道晴的天气形态 很快的礼拜五 这股东北季风就会减弱 水气会少一些 但目前资料看在礼拜五 基隆东半部还是有一些局部降雨 西半部的天气相对比较稳定 只是大台北的云亮在礼拜五还是多一些 桃园 以南都有机会见到阳光 但目前的资料看 这个礼拜六很多要补上班上课 会有一道封面通过 礼拜六的时候一道封面通过的关系 除了北部东半部会有降雨之外 中部地区目前看 礼拜六也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 要等到礼拜天元宵节 水气变少了 降雨状况也就会缓和了 而温度部分 透过地面天气途摇来看到 随着大陆高一出来 风向转变转为偏东风 少了北边来的冷空气 加上阳光露脸 今天温度比昨天再回升一些些 明天冷空气再减弱 各地的高温会比今天再回升个三到五度上下 但是天气好 辐射冷却作用持续发微 夜晚清晨 尤其在清晨的时候 温度依旧相当低 还是要提防可能会有10度以下的低温出现 但整体来说 明天在北台湾的温度 大约在11到25度上下 而至于在中部地区 则在11到27度 南部则在13到28度 东半部则在14到24度上下 可以见到日夜温差是相当的大 等到后天礼拜四的时候 我们提到惠谷东北季风吹下来 冷空气的量会稍微增加 还好不是太强 所以主要是在北台湾温度会下滑 中部的地区温度也略下降 南部影响不大 所以最后天气上的小地名 我们就要告诉大家了 明天要留意的日夜温差大 要留意您的身体健康了 夜晚到清晨的时候 西半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浓雾的发生 还有明天东南风 中部地区在背风面 空气品质会比较糟糕 明天天气透过图卡一块来关心 明天我们提到 在北部地区天气依旧是晴朗稳定的 白天温度会比今天再升高一些些 但是日夜温差大 基隆是14到22度 台北13到25度 新北12到25度 桃园是11到24度 新竹11到23度 苗栗11到22度 而在中部地区 明天空气品质会比较糟糕一些些 西半部要提防会有局部浓雾 在夜晚到清晨段期间 台中13到27度 彰化12到24度 南投12到26度 云林11到27度 嘉义11到27度 可以看到日夜温差有16度之多 而到了南部地区 同样在明天天气也是来得比较晴朗稳定 台南13到26度 高雄15到27度 屏东14到30度 要留意的也是夜晚到清晨的局部浓雾出现 而东半部地区主要是在台东 因为迎风面 明天云量会比较偏多一些 台东16到24度 花莲宜兰都是晴到多云 宜兰13到24度 花莲15到23度 找出晚归衣服要多加一件 外道地区天气也是稳定的 洪湖高温22度 未来天气透过图考告诉大家 明天我们提到 天气依旧是晴朗的 但是早晚还是寒冷 礼拜四东北季风的增强 迎风面降雨继续提高 北台湾温度转凉 礼拜五水气减少 但礼拜六 风面通过北部东半部之外 中部也可能有些局部降雨 锁定台式气象 君凯每天跟您聊天起